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年模式和往年又有了全新的改变 在正式的《奇葩说7》开播之前 先搞了一场千人奇葩榜 规则是1000个选手通过女神 战神 爱神 石神 四个门神的初筛才能见到导师 通俗点就说 类似于超级女生的前期选拔 讲究的选手的灵活度 话题度和关注度 所以这1000个人集起了四面八方 上天入地的各式妖魔鬼怪 有自称3678线的女团爱豆 有来自于上海的剑表大师 有造型夸张的00后服装设计师 有操着一口流利英语的反差萌的东北大姐 有曾经是高考状元的北大学霸 有只会杂耍相声的卖艺人 一片欢声笑语 其乐融融 看车是春晚现场 既然换了模式 导师阵容自然也就得变动变动 流水的高小松 罗盛宇 李旦 铁打的马东 蔡康勇 其余三位导师分别是薛教授 刘教授 杨幂 你没看错啊 杨幂这位明星代表竟然作为常驻嘉宾出现在的导师席位 但你别看嘛 杨幂只是个明星 人家的嘴厉害着呢 他两期就出了不少的毒蛇和金举 很是缺分 至于有些陌生的刘琴呢 不仅是90年代的海贵 还主攻到政治学 哲学 在政治学哲学领域呢是有颇高尽数的 此次是刘教授第一次参加宗业 还是一档以娱乐性为主的宗业 讨不讨喜还不好说 但输出观点肯定厉害 还选了第一期呢 节目组精心挑选了几位选手都颇有话题 有谈论爱豆文化的娱乐圈地板砖 有探讨女性中年职场焦虑的东北妇女 有长得像精进表演起来的更像沉浸式的戏剧演员 有沉浸在自己世界的过期高考状元 有拿到国际顶尖哲学专业学妇offer的高中妹妹 可以说各有特色各有千秋 但发现没有 竟然是清衣色的女性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以下几位 第一位出场的是华策娱乐旗下的地板砖 艺人李佳杰和余淑欣同届练习生出道 而余淑欣现在是活得不行 那现在自己呢 就只能够在公司年会上面表演才艺 作为公司的小透明 她想来奇葩说 好好表现一下自己的表演欲和存在感 好在呢 她不虚是个务实的姑娘 讲述着身为爱豆的各种心酸委屈 而且很耐心的解释 为何偶像本身是一件商品 而不是一个人 获得了全场导师的认可 或许会成为下一个马建源 当天呢 最扎心的表达者应该是曾经在英语翻译岗位的东北大姐 她一上场呢 先是纠正了大家对东北人说英语的偏见 然后开始讲述职场对中年女性的不公 她声讨中年女性身上背负了太多东西 我们不敢病不敢死 同时还要拼命地往前跑 关键是公司还未必看好这个正在为公司卖命的你 即刻关注你会不会怀孕 会不会二胎 会不会不稳定 中年女性在职场真的太难了 杨幂幕后贡献金句说 我觉得清醒的人都是在努力活着的人 还有一位是被怼上知乎热奏的北大学霸刘纯毅 她在后台初选的时候呢 怼天怼地 主要不顺眼的就要怼 其实呢大家对她蛮期待的 但当节目组问她 想不想拿第一的时候 她就回答道 不想拿第一 拿过太多次了 没意思 想要试试怎么输 然后上场呢 就开始自我介绍说 是前高考状元 献北大新生 从来都没有经过什么挫折 却被一直推着向前 所以她想讲说的主题是内劝 还特意的cue了蔡康永和杨幂 想要向他们解释内劝的意思 像蔡康永解释情有可原 也许她不明白内地的一些新词 但跟杨幂解释 就有些看不起戏子的意味了 在后台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表示 她担心自己说的那个内劝呢 杨幂没法听懂 其实在选题上 通俗易懂是最容易打动人心的 一开始就选择这么有深度 且没有娱乐性的话题来讨论 显然是为了体现自己 和其他选手的与众不同 太急功近利 想要表现自己反而得不偿失 她说的那些呢 让人既不想听也不耐听 在场所的导师都想救她一把 抛出问题让她回答 她不但不接茬 反而一直在回怼 就像是马东说的那样 她就是一杠斤 喜欢抬杠 在一旁的杨幂呢就默默无语 最后说她只想自己讲 不想听别人讲 没错 她想要自己的表达 却一直都没拿捏好 那种高高在上的俯视感 那种自欲为状元的精英姿态 简直都要溢出频路了 她太在乎自己所在的位置了 以至于她不想好好地听别人讲 说起来呢 比起这个千人奇葩捞 我更喜欢之前的奇葩大会 至少呢 来的都是有阅历的人 在讲述的一些有阅历的事情 最后给出的结论呢 也是有理有据的 而这个奇葩捞来的都是奇葩 没几个可捞的 以至于对奇葩说期 正式开播后的辩论耐看度呢 呈怀疑态度 不过仍然期待奇葩说期 没有老奇葩的加持 不知道新奇葩们 能否给出一个什么样的新鲜量呢 精观其变 静待后续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